就像这一回华为在被不断的压迫的逆境之中找到了机遇 实际上来让自己可以更加的投入到自我研发这样的一条正道上来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中 王炳中来了 我是王炳中 王炳中来了 在前段时间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叶伦他访问中国 结果造成中国舆论圈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 认为说叶伦也是展现出所谓的低姿态 又是谦逊有理 又是身段优雅 就代表着美国要改变对华强硬的手段和路线 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讲法真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犹如是在2021年 当时我记得在有关台湾问题的相关舆论场上 也有许多人寄望于刚刚上任的拜登 会改变川普对华强硬的战略 那么会来降低台海的紧张冲突 当时我也觉得完全就只是没有看清 美国对华祭出的叫做缓兵之计 这个缓兵之计就是在有些时候 必须要先蓄计一下能量 那么就要减缓一下紧张的气氛 又或者是要来迷惑中国的这种斗争意志 所以美国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改变 让你以为它在缓和 比如像今年7月份叶伦的访华 我个人认为说其实背后更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西方世界发现 一直以来美国寻求对华经贸战 尤其要来搞所谓的经贸脱钩 the couple是做不到的 那么the couple做不到就改口 叫做the risk 也就是所谓我们来逃避风险 所谓用避险来取代脱钩 其实是换糖不换药 说到底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 就像拜登所做出所谓四不一无一的承诺 说是不寻求掀起新冷战 不寻求压制中国的发展壮大 无意打台湾牌等等 其实并不是真的无意 而是因为他做不到 没有这个能力条件 所以就把它讲得漂亮一点 说是我们不寻求这么做 说到底本质就是一种缓兵之计 那么如今我们又看到 就是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别事务委员会 这个在麦卡锡上任 也就是就职众议院议长之后 所推动成立专门就是来返华的这个委员会 现在又有新的名堂了 我们看到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盖拉格 这个看起来也是年纪轻轻的政客 那么不断的就是诉诸通过返华 来表现来累积他的政治资本 那么在今年四月份 他就曾经搞过了一次 这个美国国会来领导的台海兵推 如今又推动了第二次兵推 那么两次兵推到底结果如何呢 他都没有对外公布 说是这个相关的兵推 究竟根据哪些条件的设定 以及所谓我们讲的要根据一些指标 那么究竟细节是如何也都不公布 那么就对外讲的神神秘秘 说是我们通过兵推可以让各界了解 这个中国是多么可怕 可以让各界了解我们要如何的防止台湾被统一 否则就会如何伤害我们的相关利益 其实美国搞这种类似的台海兵推 不是第一次 而是搞了无数次 我们记得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 当时美国华府资深知名的智库CSIS 也搞过一次台海兵推 当时的这个兵推还设了很多条件 包括说如果台海开战 美日会非常团结 共同介入台海之战 包括设定大陆的解放军 只会由东部战畜来参战等等的这些条件 最后得到了一个结果 叫做美日台会惨胜 但是台湾要付出重大代价 民生凋敝经济崩溃 但是事实上这个所谓险胜 它的这个前提条件 就被很多人批判 说根本不会成立 比如美日很团结 但是实际上 日本想的只是通过炒作台海的紧张对立 来扩大日本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范围 但如果真的打仗了 日本想的当然是你美国要挡在前头 我日本只是依附在后头 狐假虎威的 又比如说大陆解放军只会限定在东部战区参战 这些恐怕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所以我们可以说 美国这些所谓的台海兵推 就有点像是台湾一些侵侣机构所做的民调一样 很多人就质疑说 台湾的所谓民调已经不具有所谓的科学性了 到后来变成是为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 反正我就是想要宣传某一个我的政治诉求 然后用一个科学性的所谓调查来做包装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相关的兵推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所谓的政治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不外乎 就是要宣传要鼓吹 大家都要武装 大家都要准备应战 这个就跟前段时间 我们看到日本麻生太郎所谓的前首相 跑去台湾和蓝绿的政要来见面 鼓吹的都是同一套 所以现在美国的国会 所谓的这些反华议员们 也要鼓吹 就说美国国会美国的政府 都要更加的重视 怎么样提供给台湾更多的杀伤性武器 包括用卖的 包括这一年以来 你看到拜登已经两次的动用 所谓总统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直接免费提供给台湾 那么最主要就是一些毒刺导弹 要台湾把自己武装成所谓的刺猬岛 豪猪岛 那么提供这些武器给台湾 重点大家要注意 它还是一个逻辑 就是你台湾要先自我防卫 我只是提供给你一堆武器 那么如果优先可以达到贺阻大陆的目的 当然最好 大陆就延缓统一的进程 那如果贺阻不了 有一天台海之间的红线被逾越了 大陆走到了我们讲断燃措施的内部 那也要保证台湾能够武装的够厉害 才能够把战事拖得够久 那么战事拖得越久 就越能损耗中国大陆 所以可以说不只是一石二鸟 而是一石三鸟 这第三鸟就是说 就算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台海并没有真的开战 也能够在舆论认知战上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把台海紧张对立的责任 都推给中国大陆 来掩盖实际上台海会兵凶战威 是美国一手自导自演的事实 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个兵推 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上的一个评估 而带有着非常强的政治目的 甚至如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是说这一回美国国会要推动的第二次台海兵推 还把美国华尔街的一些投资家 以及美国重量级的金融机构 都给纳入到共同来进行兵推的范围 也就是说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 也不只是政治 而是还纳入了所谓的经济战 科技战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边 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战 科技战就是要来想办法 来阻挡这些美国的投资家 要他们停止投资中国 并且我们知道美国国会的 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 它还要来负担所谓的审查 中美之间经贸合作 是不是危害美国国安的所谓任务 讲起来就是个黑机关 犹如我们说过去白色恐怖 进行各种审查一般 现在单纯的商业合作 恐怕时不时也会被扣上 破坏国安的大帽子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现在全面的在复辟之中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 在中国有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就是华为推出了新款的手机 已经可以达到5G这样的一个效果 很多人说是突破了美国的制裁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款手机的问世 更加加速了美国各界 尤其是这些政客 他们要来用经济战科技战 来围堵中国的意图 就像台湾过去也是完全配合美国的围堵 所以各位看像是我手上的这一支 大概我在2020年所买的 这个是Mate 20华为的手机 现在在台湾已经完全不能买了 更不要说新款的华为手机 那么华为在台湾的各个极舰店 也都在一间接着一间的关闭之中 这个就是因为台湾完全配合美国 在压制华为 在所谓制裁华为 那么我们看现在叶伦 他也开始发言了 就许多中国舆论厂商 本来很多人幻想 说叶伦这个老太太 好像还挺有华的 只有你现在看到叶伦也发言了 说我们要关注 所谓中国房地产的债务问题 还有中国的劳动力收缩 认为在疫情过后 中国的所谓报复性消费不如预期 所以讲白了 就是也在寄望中国经济的衰败 所以说到底 美国围堵中国的野心没有改变 做法也没有改变 看起来好像有时缓和 实际上本质是变本加厉 从军事外交经济到科技战 是一点都没有放过 所以我想的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自己要稳住 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像这一回华为 在被不断的压迫的逆境之中 找到了机遇 实际上来让自己 可以更加的投入到自我研发 这样的一条正道上来 也就是许多人说 逆境可能也是顺境 所谓的危机也能化为转机一般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我们要更加的防范 所谓那些完全就是美的牧羊犬 那么趁着美国寄出缓兵之际的空档 就卷土重来 扰乱我们的心智 我想仍然要坚定我们的自信心 同时维持警惕 不要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会有所放松 才是真正的正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